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王文彬说道 我们将继续在互相尊重 互利平等的基础上与俄罗斯开展贸易合作 当被问及中方如何评价一些西方国家 将俄罗斯从Switch系统中除名的决定时 王文明强调他们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 所谓的新疆民政部门上周发布通知 下令关闭许多与维吾尔文化和教育有关的非政府组织 通知中提及并关闭的机构中 包括维吾尔古典文学与维吾尔什尔姆卡姆研究中心 民间文学研究中心 英特尔维吾尔职业学校 边区贸易中心 亚特兰职业技术教育学校 多兰村美术家联盟 卡拉库伦民族艺术发展中心 新疆历史文武翻译中心 新疆出版协会等160个重要中心和教育单位 中国官方媒体在积极报道乌额冲突之际保持克制 这表明政府对表明立场持谨慎态度 与此同时 社交媒体上充实着各种观点和虚假消息 中国网民称他为普京大帝和本世纪最优秀的战略家 他们谴责进行反抗战役的俄罗斯人 称他们被美国洗脑了 中国五位历史学家近日发表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联署文章 呼吁和平引发关注 不过他们的公开信在社交媒体上很快被变封杀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克斯沃总统 在签署协议仪式上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在谈到乌克兰加入欧盟时的请求时 埃尔多安总统向欧盟国家发出了呼吁 请对土耳其加入欧盟也表现出同样的敏感性 埃尔多安总统说 或者当有人宣战并袭击土耳其时 你会把他提上日程吗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国际纷纷采取各项行动 民营分享平台YouTube今天表示 已在欧洲封锁俄国官媒 今日俄罗斯和俄罗斯微信通讯社的YouTube频道 同时全球支付和信用卡巨头 维扎和万事达卡公司已经采取行动 禁止多家俄罗斯金融机构使用其支付网络 俄罗斯国防部宣布将在吉普使用高精度武器 打击对乌克兰情报机构进行信息攻击的中心 乌俄战争进入第六天 吉普电视塔和乌克兰第二大城市的政府大楼被抛析 造成人员伤亡 俄罗斯周二一早炮析了 乌克兰第二大城市 华尔科夫市中心的自由广场 严重破坏政府大楼等建筑物 乌克兰的苏梅州 乌克尔特卡市的军营遭到俄军的导弹袭击 造成70名士兵丧生 借俄罗斯声明暂停与欧洲 在库鲁航天发射场的航天发射合作召回工作人员后 欧洲航天局声明今年9月发射与俄罗斯航天局合作的火星探测任务 ExoMars可能性很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